大家好,这里是老范讲故事 今天咱们来讲一讲中国手机厂商是不是要从印度撤退的事 咱们在印度占多少 就是中国手机厂商什么华为、小米、OPPO、VIVO、荣耀 这几个大品牌在印度加一块市场占有率是74% 那你说我们还行,给印度人还留了点面子 剩下的是苹果和三星的 印度自己的手机品牌在印度市场占有率大概不到1% 彻底被洗干净了 最近华为肯定是已经撤了 因为华为没有芯片,没有谷歌的框架已经撤了 小米、OPPO、VIVO和荣耀是反复的被印度政府查税 印度就说你这个税有问题 我需要查一查怎么回事 为什么印度政府会查税这个事呢 其实我前面录了一期视频讲过 对吧,像中国也好 印度也好 包括很多的这种国家都属于叫外汇管控国家 对吧 我们会,一个外汇是不能随便进出的 那么这个里头就会有一个问题 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你在印度销售的商品 如果你想把钱拿回到这个叫做小米去 或者拿回到OPPO、VIVO去 对吧 你需要交一个很重的税才可以拿着走 但是如果比如说这个商品是在中国生产的 我从小米,比如说我从中国买了一只手机到印度来卖 那么这个是没问题 你该买手机这个钱你是要给小米的 对吧 那么这个钱就可以拿走了 但是印度呢 人家说那这样吧 你把手机在印度来造行不行 对吧 你在印度把这个手机造出来 然后再把这个钱 这个等于是印度就可以有自己的手机生产厂 对吧 而且把大部分的利润就留在印度本土了 中国其实这几年也是这么干的 比如宝马 华晨宝马你在中国造 对吧 那么这些你就可能比如说我去付这个零件 比如发动机我造不了 对吧 我从德国宝马来进口 进口完了以后 我在中国 但是剩下的钱都在中国的 中国生产的这些东西 你就需要交好中国的税才可以拿走这笔钱 所以导致什么呢 就是宝马呀什么这些公司 就会在中国本土做大量投资 因为拿走这个过程需要交非常非常重的税 那个税可能有一半啊 50%往上啊 所以他们就在中国做投资啊 不拿走啊 我在中国挣的钱 我在中国接着花掉啊 这个钱你这花掉了啊 那还算是你宝马的 你做报表啊 做什么这些东西 大家还认啊 还认啊 但是你一旦把它拿走 这事都不行了 那么为什么去查小米的税呢 就是小米说 我手机是在印度生产的呀 小米在印度是有工厂的 对吧 然后呢 但是我这个CPU啊 比如说我是从这个中国 比如说台湾省进口的 那我需要给钱啊 那行 没问题 你给钱去吧 然后我剩下的东西 比如说什么电池啊 主板啊 什么这个屏幕啊 什么摄像头啊 摄像头没准是从日本进口的啊 因为他索尼的摄像头吧 CMOS啊 什么这些东西是从日本进口的啊 那你就挨着个去付钱吧 啊 这没问题 那剩下的应该算在印度生产了吧 小米说不是哦 这个我这个软件啊 米UI这个软件啊 是在中国研发的啊 你也得花钱去进口啊 也得买 那么印度人就不乐意了 对吧 这剩下的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我认了啊 你从这个啊 中国去买 对吧 或者从日本去买 从这个啊 中国台湾 或者从这个其他韩国去买 对吧 那么我认了啊 这个组装 你在印度来组装的啊 这个是OK 但是你说你这个软件啊 这个所有的这些东西还要到中国去买 而且还那么老贵 啊 那这个钱我们不不乐意了啊 这个钱你应该是在印度挣的 啊 应该按在印度本地产生的那个利润来去交这个税 哎 这查税 实际上主要查的是这个东西 啊 这个前面其实跟大家讲过 我觉得你们你们也不用再去翻这个视频 就是刚才又跟大家讲了一遍 大概是这么回事 小米呢 是被罚了5.6亿啊 应该是人民币 然后冻结了48亿 就是因为他要罚你钱吧 我先把这个钱冻住了 然后呢 现在已经解冻了啊 但是呢 啊 肯定小米这个是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啊 受到了极大的打击 这个荣耀 这个荣耀 已经说我不跟你玩了 我直接撤退 对吧 咱咱就这样了 然后 OPPO Vivo啊 还在努力啊 小米OPPO Vivo还在努力 现在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印度的早期手机市场呢 其实是有一半是他自己品牌 啊 麦克风 麦克风 什么这些都是自己品牌 然后剩下一半呢 是三星 苹果 其实在印度的占有率是非常非常低的 因为苹果贵 对吧 这个就是印度大概百分之九十几都是安卓 只有很少很少的是苹果 然后另外一个反面典型是日本 日本是绝大部分全是苹果 那时候我们就讲说日本人都有强迫症 对吧 他们没法保这个接受这个手机有大有小 这个屏幕长得不一样 什么这个摄像头位置不一样这件事情 所以他们都都买苹果 而且苹果这个价格对于日本人来说呢 也不贵 但是印度人家全都是安卓啊 全都是安卓 这个什么呢 但是早期呢 都是他自己的牌子啊 就是印度自己也有好多牌子 最大的一个叫Micro Max 我们管他叫叫妈妈X 妈妈X 这个但是呢 印度的这些本土品牌啊 它就是个品牌 什么意思呢 就这些手机是在中国生产的 对吧 就是其实我们现在见过 见到的绝大部分的手机 都是在中国生产 对吧 就像什么苹果呀 三星可能后来搬走了一些工厂 就是以前也都在中国生产 然后包括这个 什么就是咱们现在能念出名字了 什么三星啊 LG啊 什么HTC啊 这个叫做 苹果呀 什么华为 小米 OPPO Vivo什么这些都在中国生产啊 然后还有很多品牌 那你说还有什么品牌 比如TCL 对吧 黑莓 这些手机也都在中国生产的 然后呢 甚至比如诺基亚 可能没准有一部分都是在中国生产的 然后还有很多品牌的手机是什么呢 比如说AT&T T-Mobile 什么Oranger 就这些电信运营商是会生产这个自己品牌的手机的 那这些手机品牌呢 也都在中国生产的 就是全世界都在中国造手机 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比中国造手机造的更好了 这个是绝对是中国是第一没有之一的那个状态 待会我们来讲讲这个中国制造是怎么起来的 所以当时啊 有印度品牌 但是没有印度工厂 印度人呢 自己也挺聪明的 就是我在印度卖 但是呢 我不在印度去生产啊 因为在印度生产 它生产不出来 对吧 倒不是说咱卡它脖子 就是呢 它的这个品控啊 它的品质 它的成本 它所有这些东西都没有在中国划算啊 就这么干了这么个事情 然后呢 这个到后来啊 那为什么咱们就把它们都干掉了呢 为什么咱们最后小品 OPPO Vivo 华为 还有荣耀进去了以后 把这个印度本土品牌给干掉了呢 这个事呢 是这样 就是啊 当一个品牌可以自己前店后厂 然后再加上这个啊 可以跟工厂配合的非常非常紧密 而且呢 可以做很好的品控 可以跟这个 就甚至是到下面去铺大量的店铺的时候 对吧 做这个大量的品牌宣传 做什么这样的时候 那它这个本土的这种Design House 它确实是不行 啊 它搞不定这件事情 就是它这种叫 它本土这种品牌 它实际上是叫设计室啊 Design House嘛 就是它除了设计之外 它其实啥都不敢 然后它所谓的设计是什么样的呢 就是我是在深圳的工厂里见过这帮印度人的 他们有一大展厅啊 这个展厅里头是 把所有的零部件 所有已经做好的手机所有这个东西都给你展示出来 然后呢 这些这些印度人进去了以后啊 给你一个那个大菜单啊 就跟我们去吃这个 比如说博多一星社的那种拉面似的 我是比较喜欢吃 是吃拉面啊 就是你去吃拉面的时候 他会给你一单子 然后那单子上的写的是 面你要软点硬点的 还是要特别硬的 还是适中的啊 然后要不要加葱 要不要加这个这个叫做什么笋 要不要加肉 要不要加蛋 要不要加海带 要不要加什么这些东西 然后呢 要加点盐啊 还是要要淡一点啊 还是要这个更健康一些 就是你从头到尾打一遍钩 然后你这个这碗面就来了 对吧 这帮印度人去工厂里头选这些电器也好 选这个这个这个叫什么东西 选这个手机也好 他就是干了这么个事 对吧 我先带这个这个同志们到这个叫什么也展示室里边去转一圈 然后从上到下打一遍钩 然后呢 就回家等着这个手机送来了 对吧 然后软件呢 也是这样的 也是打一遍钩 他最多做一遍本土化 甚至后来说我们替你服务 我们替你把这个本土化都做了吧 对吧 然后印度人就更开心了 说啊你们去做吧 很好开心 对吧 他就是印度人的这个手机品牌实际上是这么来 哎 但是这个你跟小米 OPPO Vivo那个比 就是我自己要去有设计团队 哎 自己要去这个完完全全去写软件 自己去重新做工业设计 跟这比起来就没法比了 对吧 那么这个 而且咱卖的也不贵 对吧 小米也在那卖红米啊 卖这些东西卖的也不贵 哎 那么他他就完全完全打不过了 就彻底把它给洗干净了 这件事 哎 甚至说铺货这件事 他都不没有咱们行 对吧 我们是见过这个啊 印度这种就是满大街的红的啊 就橙色的红色的绿色的蓝色的就一条街全是这些颜色 什么意思呢 红的是华为 橙色的是小米 绿色的是这个OPPO 蓝色的是Vivo 对吧 人家就干这件事 而且中国呢 还研究了一套这个 就是这种门店管理方法 比如OPPO Vivo 他们干什么呢 第一 你装修必须照我这装修 穿 必须穿我这身衣服 然后呢 我今天要发一个什么新手机了 对吧 然后我用什么呢 用DVD机啊 我先给每家装一个DVD机 然后呢 往下发DVD光盘 这光盘里刻的是什么呢 是这个手机的卖点 然后应该怎么介绍 然后各种QA 然后用户会在哪个地方感兴趣 然后呢 包括各种演示 然后所有所有的人去学 学完了以后考试 然后呢 等新手机来了以后 你就可以快速的准确的向用户去介绍这个手机 然后把这个手机卖掉 对吧 这个是咱们已经学的 就是已经练的非常非常好了 甚至我们还见过有一次有一个新闻是什么呢 就是印巴之间是有那个克什米尔终端的吧 他有时候会打炮 对吧 会会这个炮击 然后有一次呢 就是一个一发炮弹下来 就可能是把OPPO还是vivo的一个店给炸了 然后OPPO Vivo一看说这 好吧 你再重新装修这个店吧 这个店再重新装修这个钱 我出了 然后去这个炸掉的货 什么这些东西 我都出了 人没事就行 对吧 咱们保证你的权益就可以了 就走这条路 那这个玩意他哪打得过呀 所以中国厂商在印度 对吧 占据了74%的市场份额 就是这么来的 把他本土品牌打的是一点边都不剩 然后呢 咱们讲讲中国制造 咱们说 全世界的手机都在中国造的 对吧 然后中国厂商 中国的品牌商 像小米 小米其实也是一个design house 他只是比印度那些妈妈差要大 他也是design house 包括华为 包括中兴 OPPO Vivo是自己有工厂的 但是呢 他其实也经常外包给别人去生产 小米的话 大概是到15年16年 开始去投资和收购一些这种 外包工厂 就是我们来 就是一起来合作 甚至说他成为这些公司的股东 像什么龙旗 反正有好多这种工厂 这个就是大家都没听说过名字 因为他从来不写牌子 也不是说我把这东西造出来 我还要把自己的牌子写上去 对吧 工厂不写牌子的 所以你们也没听说过这些公司 然后小米后来是买了几件 然后投了几件 后来他就对供应链的控制就更强了 供应链控制更强了 中国制造到底怎么来的 为什么中国制造这么厉害 这个咱们稍微讲一讲 先跟大家讲一个 就是我以前去深圳工厂里头 当时在猎豹 对吧 去搞什么呢 搞空气净化器 到了空气净化器那 就是我们说你这工厂能生产空气净化器吗 能吧 然后人家也把我领到展示室去 说你要哪个吧 打一串钩我给你做出来 对吧 印度的松下的三阳的什么各家 就谁做出空气净化器来 他就把一个样品摆那 对吧 然后你就说我要这个 我要那个 你还说中国人什么抄袭 中国人什么这个 你别想那个 他那个玩意本来就在咱这造的 然后咱抄袭可简单了 对吧 伸手一点 我要这个 然后你就有这个了 对吧 当时的空气净化器 最大的一个品牌叫Blue Air 是瑞典的一个公司做的 是吧 特别贵 那一个空气净化器卖好几千上万 是吧 叫叫叫蓝空气 Blue Air 然后呢 他们就说我们是Blue Air的这个生产厂 然后我说那行啊 把你的这个生产协议给我看看行不行 他说不行 我说你是他的生产厂 然后Blue Air的各个型号的机器也都摆在你的陈列室里头了 那你总要有一个证明 有一个纸面上盖了章的东西 然后让我看一下你为什么是他生产厂吧 然后他就开始给我讲故事 什么故事呢 他说我有一哥 我哥是他生产厂 然后呢 但是他呢又接不完这个活 他做不完 怎么办呢 我们就都做了工厂 然后来替他一起做 然后做完了以后呢 他统一出货进货 然后呢 我们跟谁谁谁 比如跟三阳跟谁谁谁 我们是有他的这个空货协议的 对吧 然后呢 把这个事情搞定 然后呢 但是我做不完的时候 我哥也替我做 后来我说我已经见了三四个这个什么了 那个公司都跟我说是Blue Air的工厂 对吧 然后都把Blue Air的这个机器摆在这了 他说我们是哥四个 哥五个 他就开始给我讲故事 中国制造实际上就是这么来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那你说你到底想讲个什么东西呢 这个东西啊叫乡党 对吧 大家都是老乡 都是这个 他等于用于一种很特殊的这种信任关系 可能很多人啊 没有去过 就是像我这样去过这种很多工厂 因为我们当时在那个投很多智能硬件项目的时候 我们走访了大量的深圳工厂 然后呢 就是发现大家都是老乡 比如我做这个充电宝的都是老乡 一个线出来的 然后呢 我做这个什么手机的啊 可能是手机的可能比较大了 还不太一样 但是像刚才我讲那个做那个 叫什么空气进化器的啊 可能也都是一帮老乡 他是这样来的 叫乡党 叫乡党 然后呢 他是用一种很奇特的方式来建立起信任来 然后呢 他可以非常灵活的去进行协作 因为生产力的进步 实际上就是说 我们怎么能够把更多的人组织在一起协作吗 这个生产力就进步了 对吧 这个咱们经常会发现一个很神奇的现象 比如说吧 我们去看打这个扫描复印店啊 就是大家看那街边那种啊 打字复印店 然后你会发现什么呢 这个打字复印店的人都说同样的方言 打字复印店的人都是老乡 对吧 这是就是全国的 恨不得全国的打字复印店的人都是一个地儿出来的 因为为什么 就是他把这事搞明白了 哎 他们可以干嘛呢 可以生产廉价的这个耗材啊 他可能有一工厂 就是别人的 因为打字复印店最贵的东西是那个碳粉 就是那个大的那个打印机里的那个碳粉啊 还有包括所有这些东西是很贵的 但是他可以搞定什么呢 啊 我可以把这个碳粉啊 破解掉啊 破解这个碳粉盒 然后破解里边的芯片 然后搞定这个廉价碳粉 然后这样的话 就是我们就哎 在老乡之间传播 然后呢 就把其他人都急死 然后我们就啊搞定这个全国的这个打字复印店的这种垄断啊 就搞这个前一段时间还有一个中国最大的打字复印店上市啊 大概也是这样的一个乡岛 甚至呢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什么呢 就是当时在中关村还有很多的这个卖手机的这种线下店啊 就是比如一栋楼当时叫什么海龙大厦呀 什么啊 这这些楼里边就是一整层楼全是卖手机的啊 卖各种手机的配件呀 卖什么这些东西就是一整层 然后你会发现他们操作一种很奇怪的口音 江西也不是福建哪个地儿的口音 然后呢 他们这些店店家之间呀 经常会用一种你听不懂的口音在相互交流 然后你们也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对吧 但是他最后就是把这个手机卖给你就完事了 啊 你想说哎 这家卖30啊 30过分了啊 比方这家卖5000 那家卖4900 能不能打这么个差价 你打不了 对吧 他们自己互相之间能讲明白 这个事情可以搞成这样 甚至什么呢 哎 我到全国各地的这种手机商场里边去 发现呢 他们都是操作同样一种口音在沟通和交流 这也是相当啊 这也是相当 那么这些人呢 啊 他们就可以干什么呢 就是他们可以快速的形成完整供应链 哎 我可以你生产手机啊 我给你生产这个屏幕吧 甚至说我给你生产螺丝吧 我给你生产排线吧 啊 我给你生产什么其他的这个东西吧 啊 他可以快速的去做这样的这种啊 供应链整合 然后整合了以后呢 可以干嘛呢 他可以在这个供应链之间进行这个货物流转的时候 他可以不用付钱 对吧 你说你整合了半天 你互相之间你必须要付钱 对吧 先前后货 那这个整合的效率肯定就比较差嘛 啊 他可以干嘛 就是说哎 大家都是老乡啊 有一个比如乡老啊 或者他来组织这件事情 对吧 那么这个事情就可以啊 啊 快速的组织在一起 然后大家互相来说哎 我们这缺一个啊 生产 比如说这个手机里头 比如说我们需要一后盖啊 这个我们缺一个生产后盖的人 然后呢 有没有这个老乡愿意干这个事啊 啊 这个这个乡老一想哎 我们那个谁谁家的二儿子还还没事干呢 来你整个厂吧 对吧 他整个厂坐在旁边做了一个事 然后整这个厂的过程中呢 哎 可能乡老就跟这个几个已经先出来的人之间借了点钱 就让他干起来了 然后呢 把订单给他 让他把这事干完了 然后最后结账的时候一起分钱啊 他大家就这样搞起来 就很多的中国制造的早期都是这么玩起来的 什么完整供应链 什么完整的这个东西就是这么来的 相当 然后呢 这些人呢 就是什么零部件呀 简单的设计呀 什么这个粗略的这个组装啊 什么这个包括一些供应链金融啊 什么这个事情呢 就是他没有那么高大上的名字 但是呢 他的运转效率极高啊 然后通过这个相互信任啊 而且这些人一旦不成信了 就是整个村子里的人都会指着你急站我骂 他也不敢啊 他也不敢 所以呢 大家就可以快速的形成这样的这种啊 中国制造的这种小团体啊 来干这件事情啊 这个 而且像他们的很多 真的是啊 特别特别就是啊 素质也不是很高啊 素质也不是很高 啊 这个台湾人玩这套东西就玩了这个叫风生水起 啊 为什么呢 就是我见过很多台湾人在国内来开工厂 他们怎么开啊 拎一兜子现金进来 对吧 拎一兜子现金 或者说呢 他现金可能也不是从台湾拎进来的啊 他可能也是通过什么香港啊 怎么转 然后打到国内来以后呢 啊 他会把他变成现金啊 变成现金呢 然后干嘛呢 找亲戚啊 找老乡 因为台湾人嘛 跟这个大陆的人 他是有亲戚的 有老乡的 对吧 找老乡找亲戚 然后呢 给他一笔钱 说咱们来一块干吧 对吧 那么大家都是一个村的啊 都是那个什么 有同样的乡老啊 那咱们就开始干啊 所以为什么有很多台湾人在国内搞的这种工厂 对吧 搞的也是能够快速的把这个故事都能圆起来 就是因为这样 他有老乡啊 他有乡亲啊 他有亲戚啊 他搞这样事情 然后呢 我在国内呢 就见过几次啊 就是这种台湾台资工厂 然后呢 就是这个 比如说设计主板啊 那个时候我有一次是 当时还比较早啊 在清华同方 我需要设计一块主板啊 就是电脑主板 然后这个主板呢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当时呢 生产一种设备呢 叫做 其实还不是现在的NAS啊 就类似于 呃 它是一个什么东西 就是光盘拷贝塔 干嘛使呢 就是一个机器啊 上头呢 有一个 里头有一块硬盘 但是呢 这个机器呢 是一个塔式的机箱 然后上 从上到下是八个克路机 然后呢 它的工作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 你先按开任何一个这个 克路机的这个门 然后呢 放一张光盘进去 放进去以后呢 它就开始这个 把这个光盘 堵到这个硬盘里去 然后呢 再往后呢 就是你就把这个空盘放进去 它就自动的 再给你拷贝出来 就干这么个事 然后呢当时我们就说 要去啊 找人设计一块这个主板 然后我们当时这个主板的 要求是什么呢 啊 就是这个 啊 要像光区那么大啊 就是只跟一只光区一样大 这样的话 我们等于用现成的机箱 我就省出一个光区 原来装八个光区 我装七个 或者说我把这个啊 这么大的一个东西 我装的这个主箱机箱的背面 对吧 这都是可以来处理的 然后再装上一块硬盘 这事可以跑了吗 啊 就干这样的一个事情 然后我在深圳还是在哪 我就找了一个工厂 然后就跟他们谈 我说能不能干这事 他说没问题 他说我给你展示一下 然后就叫了一个小伙子 然后就开始给我画主板 后来我说你们这些主板 都干嘛省了 但是他们画好多那种主板 是给网吧用的 啊 然后呢 我说我也不懂这个东西 然后应该怎么去设计这个东西呢 啊 他说这样 拿这个单子来说 你看 这么多主板啊 什么技嘉的呀 什么华硕的呀 什么这些主板 他说你挑一块吧 对吧 人家你挑完了以后呢 说我们啊 也不给你重新设计 我们干嘛呢 就把这个主板给你重新排 排到你要求的大小 然后排完了以后呢 我去给你搞3C认证 搞所有的东西都给你搞过 然后呢 我就你就保证定多少块就完事了 对吧 剩下都搞定 哎 我说这个强啊 这个很强 我说那你这个设计主板 那个人能重新排出版 那个人是一个什么学历的人啊 对吧 人家告诉这个中学都没毕业 对吧 他就是把这个软件学会了啊 其他啥都不懂 就会这个软件 然后叫一个小伙子来 那真的是满脸青春痘的小伙子 绝对不满18 对吧 你说他用童工啊 这个事都都行啊 当然也不没话说 因为就是福建广东那边的人 他长得就嫩啊 这个台湾人的亲戚嘛 好多都在福建那边啊 就是福建人 其实本身长得就嫩 就是他会看着要更显年轻一些 对吧 反而我看这是属于很年轻啊 很年轻 就这么个小孩 蓬头垢面 这个穿着破衣烂衫 然后穿了个漏脚石头的那个球鞋 说他来他就会干这个事 我说这行吧 这事他说没问题 他说他已经设计了这个几十块 上百块主板 然后已经那个 在全国可能生产了这个几万块 然后这个在全国各个网吧里在跑了 对吧 他可以把一个网吧里的机器 可以成本降低到可能1000块钱以内 对吧 就不算那个显示器啊 就是那个机器主机啊 1000块钱以内都给你搞定 对吧 后来我说这个当时啊 也觉得很神奇 然后我写了个报告说要在什么人做 但是后来我们的老板没批啊 他觉得这个事不太靠谱 他觉得这个事不太靠谱 就是中国很多的这种啊 台湾的工厂啊 或者叫台资工厂啊 就是用的这个 就是为什么会找这样的一个小孩来做 那你说我为什么不能找个大学生 第一个大学生贵啊 第二个这小孩实际上也是他们家哪个亲戚的孩子 对吧 他比较好控制啊 比较好控制就这种技术你学完了以后 你出去说我会这个 没人信啊 对吧 所以呢 他就是你就在这干啊 他中国很多的这种制造都是这么来的啊 都这么来的 这个 中国的这个 呃 就是制造就是这么强啊 就是这么强大 那你说现在这么这个 这个咱们刚才讲了啊 中国啊 一开始印度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然后呢 这个印度的这个啊 中国品牌怎么进去把它干掉了 因为中国品牌跟印度品牌的差异 是在于中国品牌是自己设计 自己做很多这样的事情 自己整合供应链 整合金融啊 整合所有的这个销售渠道啊 中国是这种叫滚动 是一体式的就下去了 你说他是降维打击 也没什么毛病啊 然后印度的这个厂商呢 就是一个小的design house 在这个资金 在管理能力 在整个这个上是不行的 虽然他们可能都是在同一家工厂里 生产出来的手机 对吧 但是呢 中国品牌还是把他们打了一个五眼清 啊 那你说现在中国品牌退出了啊 会怎么样 你说中国 第一会不会啊 彻底被印度人打败 有可能 但是如果这个 因为咱们就彻底打败三星了吧 当时这个三星爆炸的时候 咱们就很努力的宣传 很努力的去折腾 最后最后的三星给清除中国市场了 这个虽然现在三星在国内也开始卖 而且现在开始有抬头的局势 越卖越好了啊 但是呢 咱们算是战胜了三星 没有战胜苹果 但战胜三星了 这个中国的这个叫什么东西 叫做叫做这个啊 品牌会不会退出印度市场的 有可能啊 但是退出印度市场的一定会很惨 会被他收大量的税 啊 因为呢 咱们肯定小米也把很多在印度挣到的钱呢 在印度就直接投资就花掉了 小米在印度投资了大量的公司 啊 这个这个是没有任何办法的啊 这个没有任何办法 因为拿走 刚才我讲了 一定要交很重的税 那么如果小米说我在印度不做了 那么他可能还要跟印度市场去 印度政府去商量 说那我投资的品牌能不能做 对吧 或者说我怎么能够穿个马脚 重新让你认不出来我 啊 这个事呢 可能还会啊 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走 哪怕说哎 我不在印度生产了 我在越南生产行不行 对吧 我在这个缅甸缅甸不行 在打仗呢 对吧 在泰国 在马来西亚 在这些地方生产行不行 对吧 或者说哎 我我用一些其他的方式来处理这些 这些问题 啊 我估计呢 小米OPPO Vivo呢 可能会啊 走这条路 就是呢 印度人打压我们啊 那我就看看能不能取钱救国啊 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啊 这可能性比较大 那么中国品牌如果真的退出了 那印度品牌会不会顶替这个位置呢 其实有难度啊 有难度 因为这个design house 就是单纯design house 这个模式呢 其实已经被淘汰了 对吧 就是他们为什么小米OPPO Vivo 不光在印度啊 在印尼 在这个马来西亚 包括在欧洲 在美国 很多这个地方呢 就是都是在大卖啊 都是在大卖 包括在南美洲卖的TCL手机都在大卖 为什么呢 就是这个品牌运营方式的这个革新 小米OPPO Vivo的品牌运营方式呢 要比原来的design house方式要先进 对吧 他对于这个供应链 对于金融 对于品牌整体输出的这个把控会更好 所以呢 他们就是原来那种简单design house的方式玩不起来了 印度说 我想赶上这条路 想把这个东西都学会 行不行 也有可能行 因为他毕竟这么长时间啊 小米也好 OPPO Vivo也好 也培养了大量的印度员工啊 这个呢 但是可能也需要搞个三五年以后啊 没准他们能够赶上来 但是现在有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制造的问题 对吧 你再怎么做 你其实你还是要到中国来造手机 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第一个呢 就有可能变成越南制造 越南制造 越南呢 其实也是有亲戚 也是有什么这个东西 越南人走乡 也是走乡党这套东西啊 跟咱们很像 跟咱们很像 但是咱们呢 就是可能就没有那么多越南亲戚 他不像台湾人到大陆来了 对吧 就是台湾人到大陆呢 大量的叫做 亲戚啊 老乡啊 都有啊 这个没准有越南新娘可以回去啊 这个是有越南亲戚啊 这个呢 就是会会隔着那么一层啊 会隔着那么一层啊 这个中国工厂呢 这个是世界工厂这件事呢 其实只要咱们自己别搞这个封城 不要搞这个事呢 全世界没人跟咱们竞争 谁也打不过咱们 对吧 你上来这个互相上了点事 都说一种你听不懂的语言 对吧 这边谁跟你打 谁也打不过你 对吧 这个去越南 去缅甸 去泰国 去什么 什么柬埔寨去这个马来西亚去印尼这些地方造东西啊 啊 这个跟中国子比较起来还是确实有很大差距啊 中国这个就是已经形成的这个供应链啊 已经形成的这种供应体系啊 这个东西呢 不是那么容易就替换的 就是你整个搬迁一次 那个成本是很高的啊 但是呢 这个没办法啊 这个没办法啊 这个没办法就是你不停的封城这个事了啊 只能是把这些人都通通赶走啊 通通赶走 当然也有小粉红很开心啊 我产业升级了 这些低端产制造业我不要了啊 这个产业升级了 你人升的即升 升不上即上去啊 这个事是两回事啊啊 这个不是不是这么能够玩得起来的东西 这个包括像台湾制造啊 最早咱们其实用的中国制造没起来之前 大家用的是台湾制造啊 亚洲四小龙啊 那个时候还没搞明白 是这个新加坡台湾香港和韩国四个啊 我一开始把香港忘了 第一次讲这个故事啊 这些地方实际上都是世界工厂 但是后来中国制造起来以后呢 就把这些人的这个世界工厂的这个位置就给取代了 现在中国人呢就说我不干了啊 这个我躺平了啊 这些世界工厂的这个位置我不要了 那么现在呢就向越南啊 向这些地方再去转移啊 泰国越南啊 本来缅甸也是不错的啊 包括老挝 然后呢 这个印尼 这个马来西亚啊 就向这些地方再迁移吧 啊 这个成本高点 但是谁让你封城呢 大家也会迁走 啊 以后呢 啊 这个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啊 什么叫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呢 就是原来是台湾人出钱 在台湾制造 后来呢 是这个中国台湾省的人出钱 在中国大陆制造 在以后呢 还是中国台湾省的人出钱 啊 甚至可能还有一些大陆的人出钱 然后呢 在东南亚制造 对吧 就是最后变成华人设计 华人出资 在华人的土地上生产 对吧 比如越南 实际上也是有很多华人 然后呢 这个印尼 很多华人 马来西亚 泰国都有很多华人 然后这些国家的这个富裕程度啊 这个我不知道准不准啊 因为这是原来一个 呃 以前我投的一个项目 是一个呃 马来西亚华侨在印尼创业的一个项目 那个马来西亚的人给我讲了 啊算华人吧 他也是华人可以讲中文的啊 他跟我讲了 他讲的是什么呢 所有东南亚国家的富裕程度是跟当地华人占人口比例的这个多少来算 你这一个国家 如果这个华人占的人口比例越高 你就越有钱 如果你这个国家里华人占的人口比例不够高 就比较穷 对吧 这个我不知道是真是假啊 大家可以帮我来验证一下 哎 所以以后呢 依然是华人设计 华人出钱 华人做软件 在有华人的土地上去生产这些东西 这个事呢 是以越南 印度人是改变不了的 然后印度人 你说我想在印度生产手机行不行 可以啊 没有任何问题 就是最后把这些东西拼在一起 这部分在印度 然后剩下的东西依然是软件呀 什么这些东西 他搞不定啊 虽然印度有很多很多软件公司啊 啊 但是这个以后我们可以再去花时间来讲 是印度的软件行业跟这个啊 叫这个中国的这个软件行业的这个差异 以后有时间再跟大家慢慢讲啊 好啊 这就是中国啊 手机厂商啊 退出印度以后的啊 可能性大概就是这样了 感谢大家收听 帮忙点赞点小铃铛 参加我们的discord讨论群 再见